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都需要的呀 猜猜看是什么呢 昨晚去广场溜达 一对老夫妻在前面散步 就听老太太问老头 穿貂皮的女人是豪华装修 穿吊带的女人是中等装修 穿比基尼的女人是简单装修 你喜欢哪一整 就听老头说 我喜欢毛皮房 你好 屏幕前的有缘人 今天我想跟你说句心里话 我在这里啊 等你很长时间了 如果你看到了我 希望给我个面子 喂 你好 我是你隔壁家老王 以后有什么事可以叫我帮忙 我们都是邻居我排行地区 你加一下我微信 大家复乡有个照应 好可怕 你怎么接到我电话 不必惊慌 我不会敲你的门 也不会敲你的窗 更不会把你的电话号码曝光 我不怕虎 也不怕狼 就怕隔壁有老王 老王无处不在 不是每一个都是你想象中的那么坏 把心放宽 你玩过我有一副帅气的五官 帅不帅的不是问题 就把你的心弦不老实 这个你放心 我是退屋老兵 我才搬过来这里一天 都没出过房间 电话就被你搞到少 看了还是得搬走 我已经老得准备掉牙 你还怕傻 不相信的话 我开门给你过来检查检查 你显得倒是美 男人们 千万记住了 跟女人在一起的时候啊 真的不能舔 就算她答应做你的女朋友了 哪怕你们已经住在一起了 只要你舔 她早晚都会离开你的 不信 你去试试 床上喜欢侧身睡觉的男人呀 都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 心很软 第二 缺乏安全感 第三 表面大大咧咧 内心却很敏感 第四 有点臭脾气 但是很好哄 脾气不好 内心却很善良 第五 你若真心对她 她便掏心掏肺的对你 你放手 我不放 你到底放不放 我就不放 你可以找到更好的 我连你这种货色我都留不住 我上哪找得更好的呀 非要离婚是吗 是 我们把家产分一下 可以啊 两套房子 一人一套 可以啊 车归我 车凭什么归你 车子要卖掉 财产一人一半 好好 可以可以 卖卖卖 那孩子就一个 孩子不能卖吧 那孩子一一半呢 孩子怎么一人一半 孩子是我生的 归我 没有我 你怎么生 那你说怎么办 要不再生一个 那也那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好好 要不我们再生一个 生完再分 生完你走你的独木桥 我走我的阳光道 可以 可以 我去床上等你 非要离婚是 人家那娘们都在哪长的呢 一个长得跟那明星似的 大高个 大长头发 大白腿 铝瓜的 你再看看咱们领这玩意儿 腰粗 腿短 大屁股圆脸 你说说这样事儿的 一天还唧唧歪歪的 哪个不得劲了 不碎心了 就跟你俩摔耙子 我感觉这玩意儿就是什么运气的事儿 就跟那抓球似的 你说你抓不着好的 赶上啥样的 你就得挺着了 我好想找个老公 不管多大年龄 也不需要你有车有房 我呢 其实是少数民族的 我们这边的女孩子呀 比较多 就是因为太穷 找对象呢 不好找 别人呢 都瞧不上穷人家的女儿 怕负担重 你喜欢少数民族的女孩子吗 如果说呢 你还是单身的话 想找个老婆真心过日子的话 你看我可以吗 就两个条件 对我父母好 婚后呢 生个小孩 如果你愿意的话 生两个 生三个也是可以的 可以的话 我把我的联系方式啊 给到你 就是点我视频下方呢 小方块 点进去呀 就可以联系了 下载这个轻聊APP 超多小姐姐等你上线 快来试试吧 我也在里面等你哦 农民工长期在外打工 想老婆的时候该怎么办呢 我们都知道 农民工出去打工一年呢 就回来家里一两次 这常年见不着老婆 一提到这个问题啊 可能很多农民工朋友都会觉得比较心酸 也有一部分是领着媳妇一块出去打工的 真的感觉农民工太辛苦了 不仅干活非常苦 而且心里边也十分的煎熬 如果说你现在还是单身 也想找一个温柔体贴的女人 陪伴在你身边 那么我今天跟你说一个找对象的好地方 不开玩笑的就是我视频左下角 这里面有超多附近的单身美女 都是证人认证过的 不用加好友就可以直接视频聊天 视频相亲恋爱交友 快来这里试试吧 男人长时间不找女人会怎么样呢 今天我来告诉你 希望男人们千万不要骂我 因为我说的也是大实话 其实男人离不开女人 女人也同样离不开男人 如果一个男人长期没有女人 那么他们会有以下三种变化 你们看看我说的对不对 尤其是第三点特别重要 这第一点呢 就是性情浮躁 渴望被爱 变得不自信 他们常常处于一种焦虑 自我怀疑的状态 时常怀疑自己是不是太差劲了 为什么别人都可以找到 而自己连个女人都没有呢 总是在自我怀疑的状态里 无法自拔 第二点呢 不修蝙蝠 拉里拉遢 自我形象一点都不注意 满脸颓废的样子 都说女为悦记者中 其实男人也是一样的 男人身边有女人的时候啊 最起码他还会注意一下 自己的形象 稍微收拾一下 可如果身边没有女人 他们连胡子都懒得呱啦 满脸的憔悴 脏乱差 就成了他们的代名词 如果说你现在还是单身 我给你介绍个老婆 你要不要 就在你家附近三公里之内 他们都是单身 真心想找对象的美女 看见我左下角 这个蓝色的小方块了吗 点击小方块 然后再点击立即体验 就可以看见他们了 上面有超多单身美女 当你上线 打开他们的主页 能看见他们的个人介绍 还有照片 箱中哪个可以聊天 语音视频都可以 聊得好 还可以约出来见一面 快去试试吧